话说远在苍州的武松 非常想念许酒未见的哥哥 于是决定回家窜望 途中井阳刚一家飘着三碗国国冈招牌的酒馆 映入了武松的眼帘 三碗无国冈 按武松喝酒可是日文谈的 浩瀚武松一天这美酒 怎能轻易放过 一口气就喝了18碗 好酒好酒 听说我兄弟武松要回来了 得好好庆祝一下 就冲回兄弟的酒量 可得买点好酒 这款酒可是家喻户晓了 今天带着我的一手后员 给三家宝文们送福利了 他的知名度咱就不说了 人家卖699一瓶的价格 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宝文们 我不给你们699 我给你们开两位数的价格 69 69 买它买它买它 这不是三碗无过刚吗 这可是名酒啊 这直播间酒卖的可真嫌疑 我再赶紧上车 走起 话说走了一天深路的武松 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哥哥 哥俩聚在一起 好不欢喜 尝尝哥哥给兄弟准备的名酒 来来来弟弟 哥哥给你买的上 哥哥 真是人风喜事 精神爽 想那天 我喝了这三碗无过刚 十八碗就已军醉 今日弟弟喝这酒却淡而无味 怕不是哥哥买了冒牌货吧 莫要说笑 这可是哥哥在直播间买的酒 这酒不是三碗无过刚 是三碗无过网啊 都怪哥哥贪图便宜 上面都没看清就下手了 哥哥莫要自责 他们欺骗消费者 山寨商标卖酒的行为 是涉嫌违法的 武松说的对 根据我国现刑法的规定 站自使用于他人商标近似的标志 是比较典型的亲切行为 这种行为容易导致消费者产生无认 混淆商品来源 欺负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今天人应当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那么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有哪些呢 中华人民永恒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 由下个行为之一的 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的商标相同的商标的 二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 或者在类似的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的 三 销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四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时 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时的 五 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 更换及注册商标 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 六 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提供便利条件 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七 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故意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 不但会承担民事侵犯责任 根据情节还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将按假冒注册商标罪 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等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实在这商标话 你可听听了 我知道错了